什么叫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这就是,老母鸡变鸭可能不太准确,但煮熟的鸭子飞了之后,换了一条新鲜热辣的霸王龙出来,就让天城房有点接受不了这个合秃的现实。 现实毕竟是现实,接受不了也要接受。 倒不如说,他虽然十分不愿意承认,但几乎立刻就接受了这个结果。 然后掉头就走。兵法有云,撤退不丢人。 虽然原话不是这个意思,但五轮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知道有问题还上去忙,那不叫打仗,那叫送菜。 哪怕是当年的夜叉十周也从不打没把握的仗。 眨眼的功夫就对面就升级了,这他妈是什么道理?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实在太过玄幻了,不知道究竟应该说是他生性谨慎,还是说往日夜雪崖留下的阴影也太过庞大,此刻天城房就算有神迹刻印在手,竟然也没有丝毫决一胜负的意思,堪称转进如风。 大翅膀一展开,扑打两下就要顿走,然后才发现,迟了。 随着夜雪崖进阶完毕,银座上空的阴云已经被灵力的星光斩裂,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高悬的北斗,洒下如铁的寒光。 东下普系这是吃定我们了吗?天城房回过头,冷眼凝视着夜雪崖,忍不住吃笑,网称大国天朝,结果为了争夺这一处地狱,不惜动用如此鬼祟的手段。 他到现在,哪里还不知道东下普系的打算?哪怕自己不来,这里的陷阱十有八九也是给陆明馆准备的,可以预想,等营州普系的人费尽艰辛突入了这里,想要挫败社保局的计划,却绝望地发现这里蹲了一个完好无损的三阶大圆满,然后底牌进出之后,洗赢夜雪崖开挂。 限定了入场规则之后,比赛里唯一一个四阶。到时候,血码抬乱不乱,还不是他说了算。 说卑鄙的话,也应该是彼此彼此吧。夜雪崖听了,顿时嘲弄了起来,我又没让你们来送啊,况且,比赛规则就在这里,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呢,违规送一个四阶进来的人又不是我们,你们还有脸说别人卑鄙吗? 一番话听上去冠冕堂皇,但每个字里都写满了痴人,天城房的鸭面上,红眼一番,寒怒冷笑一声。 我蛮已也。华族公亲们就算是在怎么无能无得,从小的教养却是一等一的严格,他的回答直接引用东夏典籍中的古语。 却不知是对夜雪崖的回复,还是对东夏普系的嘲弄。 35年,处罚随。随约,我无罪,处约,我蛮已也。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表面上的光彩和正直,暗地理谁又比谁更干净。 说得好。夜雪崖鼓掌赞叹,今天才发现十周你是个有骨气的家伙啊,道理说破天去还是不如拳头大,我倒是更喜欢另一个说法来着。 他停顿了一下,认真的说道。电子禁忌,菜式原罪。 那一瞬间,北斗高悬,冷力的星光自从上夜雪崖的指尖迸发,融合了两道圣痕之后得以蜕变的灵魂能力以北斗的力量激发了。 倘若往昔是将万物分割的离别,那么此刻便是命中注定不得相逢的身伤。 石卧剑的火光暴涨,披斩一闪而逝。 自夜雪崖的指尖一直到天成房的脚下,无声地出现了一道笔直的裂痕,那一道仿佛生来如此的痕迹缓缓地向着两侧份外,掠过了天成房的所在之处之后,静字向后延伸。 转瞬间,覆盖了整个银座。 一道笔直的裂系无声扩散开来,令人心悸的阴风自裂口之中喷涌而出。 可不等阴风席卷,天成房已经悍然发起了进攻。 鸭天狗的速度完全展开,浮以石卧剑无坚不摧的灵力声微,可是却一时半会儿竟然无法奈何得了刚刚进阶的夜雪崖。 神技刻印对圣痕的消耗巨大,纵然无需它投入原制,本身这一份过分庞大的神性对于升华者而言就不是能够随意使用的武器。 对于夜雪崖,也依旧是不折不扣的威慑。 就算看不到原本惊天动地的火柱,可倘若被这内运着无尽雷光烈火的一件盏钟,也绝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那么,就不要被盏钟好了。 夜雪崖抬手,依旧是身伤。 天穷之上星辰轮转,光芒映照而下,它和天城房之间骤然生出了无穷的赤力,一时间天城房不论如何努力竟然都无法拉近距离。 北斗,造化之书机。 在天书的把控之下,两人已经分别映照进了伤素和伸素的领域之中,永无再会的可能。 天城房撕吼,猛然双手抬起剑刃,指向天空。 火光如炬,斩。 一道炽热的雷光便已经横跨了天穷之上运行的星象,令北斗的运转也陷入了瞬间的停顿,星空在神性的冲击之下被砸出了一道惨烈的缝隙。 炽力消散大半。 可紧接着,夜雪崖却已经近在咫尺,微笑。 这么谨慎的呀。 他说,别怕,这个版本的北斗被削了,不强的。 可他的手指,早已经随着话语向着前方滑落,带着绝别的宿命,万象离别。 天城房的一条手臂骤然飞起,但是臂膀处却毫无任何的伤痕和血色的浮现,好像天生如此那样。 在这极限的距离中,石卧剑斩落。 夜雪崖的身影骤然化入虚幻之中,任由石卧剑斩过,再度凝食。 真幻如一,这是新月湖的看家本领,可没有进阶之后就不能用的道理。 可随着石卧剑的经过,天空之上的星象却越发的飘渺,无数星辰摇摇欲坠,北斗之光闪烁着,暗淡了起来。 曾经斩杀大蛇的神圣之剑,可没有那么好豁免的,神性的破坏直接作用于圣痕之上,在夜雪崖刚刚进阶的圣痕之上留下了一道裂系。 两败俱伤,但夜雪崖不退,它再近。 展开的五指之间,北斗的光芒升腾而起,天书,天拳,天玄。 九星七线二隐,汇聚与再度画下的手指之间,便形成了冰冷到刺痛魂魄的光芒。 瞬息间,一重重宿命自指间汇聚,星象变化之中,来自运命的加持融入了它最擅长的身伤之中,形成了质变。 整幅成三速,玄刚灭九星。 这是北斗圣痕最根本的运用,纯粹将自身的本质加持在了它的攻击之中,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化,里面不知道重叠了多少Buff,破坊,臂中,咒死,浑荡。 到最后,只剩下了再明白不过的效果,北斗注死。 天城防,毛骨悚然。 哪怕有神性刻印在手也不敢站在原地让夜血牙注解随意注解自己的命运,天狗羽翼一阵,凭空消散,再度从十步之外浮现,胸前已经多了一道身伤的斩痕。 这一次,灵力的星光附着在伤口之上,取之不散,只有一丝丝血气不断蒸腾而起,看上去惨烈无比。 你果然还是个疯子啊。 鸦天狗剧烈的喘息,有神迹刻印在手,竟然被夜血牙逼到了死角,可令他更不可置信的是夜血牙的决心。 你仓促进阶,根基本来就不稳,如今还敢和我动手,难道就不怕神性失控变成凝固者吗? 我不怕啊,难道你怕了? 夜血牙微笑着,步步上前,紧闭。 这个女人彻底疯了。 不,脑子正常一点就不会选择在敌人面前进阶吧? 如此粗糙的进阶,几乎可以说已经自觉前路了。 大家争了这么多年,他哪里还不知道夜血牙的底细。 这一条升华之路看似映照的是星象,可本质上却和占星术无关,直接对应的是宿命,每一道圣痕都有直接对应的宿命,就好像他一进阶新月湖就被社保局丢进了边境。 新月湖,主霍乱之相,最擅长的就是挑起纷争,有他在的地方,无风也要起三尺浪。 结果这个女人果然不负众望,所过之处天翻地覆,在边境搞风搞雨不知道搞出了多少事情,堪称杀伤力恐怖。 只可惜天下无龙,他这一条升华之路相当于直接断了,伤诉的新月湖向上突破,本应该是东方苍龙才对,否则他哪里至于在第三阶卡了这么久。 送他进来进阶虽然是一招妙棋,背后何尝不是上进无路的无奈呢? 靠着长久以来的原质积累,以灵魂能力强行参商合一,硬生生突破了三阶和四阶,固然了不起,可等天城房冷静下来仔细思索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女人完全已经上进无路了。 前路断绝,这一条路比新月湖更加绝望。 就算没有底蕴不足的原因,北斗在网上,便是紫薇,非要中央大统,九五之尊不可。 换而言之,想要让他成就五阶,要么让他当东下的皇帝,要么玄鸟将普系之主的位置让出来给他。 就算玄鸟愿意,其他所有人也绝对不会同意。 换而言之,他这辈子只不于四阶了。 就好像猜到他在想什么那样,叶雪崖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你看,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我们的格局不同。 在他的身后,北斗九星的星图再度浮现,星光汇聚,化光为铁,自他的手中形成一柄漆黑的长剑,见即映照着鸭天狗的错愕面孔,仿佛要将他笼罩在这宿命之中。 有些东西你在意的要命,有素冷的声音骤然自天城房的耳边响起,带着居高临下的鄙夷。 而我,不在乎。 下一瞬,剑韧次落。 在乎看,自己能以助于一步。 因此,我们只想要贴口课形。